看来 他还真不是装的 我就说嘛 哪有人愿意平白无故地弄那些猫腻啊 你也别这么快下论断 这世上见不得别人好的人多了去了 防人之心不可无 放心 我有迪大人这个干练周密的女超人保护我 我的心可以随意放飞 靳北姐 你在吗 我去开门啊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一会儿我们有场姐妹对决的戏 我想跟靳北姐对对情绪 伯伯 来了来了 好啊 快上来吧 外面风大 小心咳嗽又该严重了 我就站这儿就行 别把病毒传到你车上 那我下来 不用 这么说话挺方便的 一会儿这场戏呢 姐姐最终怒从中来扇了我一巴掌 那你是想让我打你的时候借位吗 不不 正好相反 姐姐应该有自己的情绪发挥 所以到时候就真打吧 怎么真是怎么来 好 拜拜 拜拜 十月娜 你做事情一向是谨慎认真 这个手术台上 可千万不能 保身啊 时时刻刻都不能分心 跟领导谈话也是一样 十月 您刚才说什么 我说这回这个手术啊 你还真得重事前来 这回这个病人呢 可是咱们医院的大股东的 小姨妈的舅舅的二标题 生病了还这么认真 高祖通真的很努力 要是我的话 早躺在酒店里睡大觉 我怎么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你得让我想想 你有什么可想的 是我扇他又不是他扇我 有这时间啊 还不如睡个美容觉呢 没法出去 不好意思 刚才在忙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也要好好的 放心吧院长 手术我已经准备好了 没问题的